《導論2》 我們還有一些 把它結束掉 在講義第四頁 最後第六點 我們從上述老子在語言上特殊的表述方式 我們可以理解到老子如何想他所面對的問題 他如何去想他所面對的問題 也就是他有什麼特殊思維的方式 前面因為解釋得非常清楚 所以後面這幾點稍微再了解一下就好 他直接切實地從對宇宙自然及社會文化變動的現象 去觀察 體驗 感受 思辨 解悟 創造地想他所發現的問題 所以我們通常稱為第一序 因為這個是原創性 思想家和學者最大的差別就在這裡 思想家不是整天只有在文獻史料裡面 在那邊 像學舊一樣整天在那邊搞那些文獻史料 一定是走出書房 投入到宇宙自然 整個現實社會 以及一個文化傳統 就直接地去做一些現象上的一種觀察 觀察社會 觀察大自然宇宙 那麼去了解整個文化傳統 那麼在當代到底是發生了一些什麼問題 那麼去體驗 去感受 這個地方很重要 因為讀中國書一定要能夠有存在感 即使你是個學者也都要有存在感 做一個人文學者完全沒有存在感 那沒辦法當一個很傑出的一個人文學者 所以要有存在感 那麼這個思辨解悟 解悟通常都是具體解悟 在一個具體的一種情境當中去解悟 所以它不是一種抽象概念的思辨 那這樣才能夠去做一個創造性的 去想它所發現的問題而給出答案 那你說那我們現在是在學院裡頭當學者 不一樣嘛 所以基本上來講 我當認為大概我們現當代沒有思想家了 大概幾乎中西來看沒有什麼思想家 只有學者 那能夠做一個第一流的好學者就已經不錯 那很少有什麼思想家 像西方的社會學 為什麼到法蘭克福學派 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 像霍克海默 霍克海默 那霍克海默 他不去寫那種我們現在那種整本 章節體系非常完密的這種著作 大概幾乎都是一些水筆比較多 那或者一些比較單篇的 面對當代社會的文化的問題去進行批判 不會再引一大堆史料文獻 堆積一大堆文獻史料 直接就當代問題來談 所以像這些都還具有一個思想家的那種 那種樣子 那種姿態 那麼這個 所以這個後來就構成所謂的批判社會學 西方的社會學有三大流派 三大傳統 第一個當然是所謂的實政社會學 第二個是權勢社會學 第三個所謂的批判社會學 那像法蘭克福學派 他們從批判社會學就覺得說 過去的社會學基本上都只是 關在書房 關在文獻堆裡去做研究 沒有能夠面對當代 無法面對當代的一個社會 正在發生的問題 那麼提出對這個問題的一些 而不是書本裡面的問題 現在正在發生的問題 當然我們也很難 學運裡面的所有學者都能這樣幹 那不可能啦 不可能啦 那要當一個面對當代的文化社會問題 政治問題而提出一種原創性的一個 思辨一個詮釋 沒那麼簡單 思想家畢竟極少數 但是即使我們今天 當一個學院內的學者 我們在做學術研究的時候 今天我們大家都在做學術研究 我還是請各位真的要特別的去注意一下 你再做一個學者 你真的不是每天只是關在書房 關在圖書館 那麼去面對一大堆的文獻史料 我就在固執堆裡面討生活啦 不應該只是這樣 那或者面對電腦 或者上網 現在搜尋資料太容易啦 很多那一下子搞了一大堆資料 到最後你會一篇論文寫下來 就是文獻堆砌嘛 就是資料堆砌嘛 幾乎沒有自己的問題 也沒有自己能夠提出來的一個創解 我想這樣的論文大概很難去 有什麼太大價值 那我一直不斷屢次在強調說 我們一個學者不但要會做研究 會面對史料還要會生活啦 真的會生活 那生活一定要走出書房嘛 走出圖書館 走出電腦 真的要面對當代 面對當代除了自己的生活 當然我們今天各位都有自己的生活 左臨右色啦 你自己住的地方跟來往 跟人家的待人接物 這些都是親自的體驗啦 那有一些是你體驗不到的 因為人的生活的一個空間都是有限 但至少一個學者一定要讀報紙 一定要看電視新聞 現在網路新聞 電視新聞 品面媒體非常多 你不能完全不看 現在我覺得我們現在很多人幾乎是不太看報紙的 幾乎不太看報紙 也不看這些新聞節目 沒事就在上了那些 上電腦裡頭也進去那些什麼網紅 他們就沒事按讚讚讚讚 那你難道不能透過傳播媒體了解一下 全世界現在在幹什麼 那現在我們比如說美國在大選 到底有沒有人真正每天稍微去研究一下美國在大選 那對台灣現在的局勢會有什麼問題嗎 這些還是要去關懷啦 因為這些你說跟你的研究有關係沒有 當然有關係 怎麼可能沒關係呢 人文的東西不是永遠只在研究過去 人文的東西不是只在面對已成過去的史料跟文獻 很多東西是延續到我們今天所面對的當下情境 那個當下情境和過去是不能切斷的 人的存在過去 現在 未來 就時間三位是不能切斷的 存在情境是活的 不是死的 所以做一個人文學者要有這樣的一個體會 所以你除了閱讀文獻資料 你還要能夠去閱讀宇宙自然 去閱讀文化傳統 閱讀當代社會 必須 這個都要變成你要閱讀 這個是無字之書啦 人文學者不能只是讀有字之書 還要讀無字之書 才能面對第一序嘛 老子他們面對的第一序 你去研究老子 老子的思想是來自於宇宙自然 社會文化的種種的現象 這是他的情境嘛 那你不能一直在 都還是老子的文字在研究它嘛 你只用老子的文字在研究老子嘛 所以我為什麼一直要強調 叫情境回歸的閱讀 情境回歸的閱讀 才是閱讀啦 那麼這些情境回歸 讓我們要攝入 進入到歷史想像 所建立出來 或者是所理解到的那樣一個情境 想像的攝入到裡面去 叫同情理解 設身處地 設身處地 同情理解 那才能把老子讀通 不要永遠只知道文字表面在讀 那是讀不出東西來的 因此 老子不只是間接照著別人的說法 或者離開經驗現象 僅做抽象概念的理論性的一個思考 而我們今天學院裡面 很多研究老子的 幾乎都沒有 很多都沒有在生活 對當代的文化傳統 政治社會 都幾乎了然無知 幾乎都沒有一定的一個 觀察體會跟了解沒有 學習一套 已經成為一個格式化的一套 所謂的哲學的那一套理論 翻過來去研究老子 就是這樣 大部分學院裡面的研究老子 就是這樣 因此到最後都只是一個 純抽象概念的一個理性 理論性的這樣一種思考 因此文本基本上是讀不進去 沒有讀進去 不深入 不精細 沒體會 沒有創解 不過只是一套這種 所謂的學術的一些術語 概念 理論框架的一個翻弄 我想這樣去研究中國的經典 我強調的是這樣的一種 最重要的第一級經典 以這種態度這樣的方式去研究 中國傳統經典 沒有辦法有創造性的一個 詮釋出來 第二個 老子他不以找尋固定 他不是去找尋一個固定的答案的 這種思維方式去想問題 所以提問比給答案更重要 提問比給答案更重要 我們要學會發現問題 最重要你要學會發現問題 面對當代社會要發現問題 不能無感 要能發現問題 閱讀文本 這種經典文本 還是要發現問題 所以你不是在從經典的文本裡頭 去找答案 文本裡面給我一個現成答案 那個答案是現成的 在文本裡頭就有 我把它借過來 就變成我的東西 那這樣 完全沒有辦法去做研究 所以提問題是一個最基本最重要 那老子本來就是 老子是不以找尋固定 注意到固定 我把它引號起來 固定答案的思維方式去想問題 也就是說問題有沒有固定答案 沒有固定答案 當我們認為一個問題 會有一個單一的固定答案 那就死掉了 這個問題就是一個死的問題 不是一個活的問題 而用打開問題的視窗 它只是把問題打開來 像個視窗把問題打開來 打開意義的礦場 問題本身內在就隱含著非常多元的可能性 因為人文的學問永遠只有可能性 沒有必然性 那可能就有很多 很多種狀況 它不是只有一個 所以它打開來那個問題的下面隱藏的那些意義 可以經由不同的人的回答 你來回答這個問題 我來回答這個問題 他來回答這個問題 給出答案也許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所以那個意義才是一個多元的 多元的 豐富的 那不是一個單一 單一的意義永遠都貧乏 經典所蘊含的都不會只是一個單一的答案 要是一個單一的 那個經典就不成經典 經典就永遠不成經典 經典永遠下面是一個礦場 一本經典就像一個非常豐富的礦場 那經典的那樣一個古代的聖賢 只是幫你把 你人生可能會遭遇到這些問題 政治會有這些問題 社會會有這些問題 把問題打開來 開放出去 讓所有人都參與 每一個人都可以為他提出解答 所以打開異議礦場的思維方式去想問題 讓問題及可能的答案開放出來 讓樂聽者受到啟發 他只是啟發你 會有這個問題 你人生可能會遭遇到這個問題 整個政治可能會遭遇到這個問題 社會可能會遭遇到這個問題 按你自己去體會 去領悟 能夠給出什麼樣的一個答案出來 那麼這樣的一個所得到的一個答案 才是你自己的心得 所叫自得於心 我一直不斷在強調自得 這個是我這個課裡頭 我一直在使用的一個關鍵詞 自得 自得於心 假如讀經典沒有自得 那我想那個都不是他讀經典 那麼就自得他的意義 第三個 他的思維方式是辯證法 辯證的思維方式 不是抽象概念的形式邏輯的那樣一種思維的方式 是辯證的 問題永遠必須把它放在一個實在的 一種存在的情境當中去 去面對它 去理解它 所以用辯證的思維方式 顯示宇宙萬事萬物的始終都處在二元對立統一 二元對立統一的變化 變化而有規律 變化而有規律 它一直在變 但這個變不是亂變 它有一定的規律在那裡面 那這個我們通常用一個術語叫結構歷程 結構歷程是 結構歷程這種詞彙是西方也用過 像那個雷蒙威廉詩 雷蒙這個文化研究 侯明海大學那個 我們這邊翻例成雷蒙威廉詩 臺灣這邊有一本他編的那個文化理論 文化理論詞彙好像 文化理論類似像關鍵詞啦 詞彙 對 外面買得到 因為那個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或者叫文化理論 文化理論 我們現在所講的文化研究 那個Cultural Studies 這樣一個文化研究 和傳統的文化學是不一樣的 我們拿文化作為一個對象 一個研究領域去建構一套系統化的 這樣的一種學術 就稱為叫文化學 文化學 那過去的文化學 基本上都只是從文獻 從那個文獻 就史料文獻去做研究 然後已經學科化 學科化 學科化只要是進入到學院 變成一門學科 他一定會建立一套已經固定的 那種有關這個學科的知識的本質論 這個學科的一套方法論 然後這個學科的可以拿來做應用的一種基礎理論 就構成一套叫學科 像社會學是一套學科 文化學是一套學科 歷史學是一套學科 文學理論是一套學科 藝術理論是一套學科 就是一個個在學院裡頭都有 那我們現在的戲所基本上就根據學科去分析 物理學是一個學科 化學是個學科 那就會有大學裡頭這些科系 這個叫把它學科化 法蘭科學派拒絕被學科化 他們的那個批判社會學 拒絕被學科化 因為一旦學科化就開始變成套套了 一個格套化的一套理論 大家就是在那一個套套裡面去討生活 無法靈活的去面對當代問題 不能真的去面對當代問題 當你去面對每天都在發生的當代問題 是不能學科化的 它還是一個活的變化中的政治現象 變化中的社會現象 變化中的文化現象 它不能被學科化 一旦學科化就會變靜態化 那因此這個所謂的文化研究 是1970代 1970年代 1970年 1970年代 英國的博明翰 英國博明翰大學 博明翰大學裡面 它有一個 這是一個像文化研究中心一樣 文化研究中心 那裡面這些成員 聯盟威廉斯是其中之一 他們開始創造或者提出一套一種 新的研究的一種方式 就是面對當代 面對整個當代的事件 很多問題 比如殖民的問題 殖民這個問題是當代問題 尤其從 這個 開始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麥哲倫 繞了地球 這樣跑的時候 開始 很多歐陸的這些這種 強國 英國 美國 法國 開始到全世界去殖民 殖民變成一個很 世界性的一個 尤其是近 現代到當代以來 一個最大的一種問題 印度被殖民 緬甸被殖民 澳洲也被殖民 非洲被殖民 都被殖民 南美洲都被殖民 變成一個 還沒辦法變成固定 取料文獻的一種 一種 一種 近現代以來 都發生的一種問題 所以研究一個殖民的問題 像台灣也被日本殖民 這樣一個殖民 兩性問題 就是女性主義 兩性問題 兩性問題到現在還存在 現在兩性之間怎麼辦 大眾傳播的現象 大眾傳播總是會操縱在一些 那種有權力的人手上 所以你會看到美國大選的時候 不同的報紙 有不同的靠邊站 有的是靠民主黨 有的是靠共和黨 選前的時候 你看這些報紙的報導 基本上都是 有一定的立場 一定的觀點 所以造成一種 傳播上的某種壟斷 那這種都是 一種當代活的現象 所有現象的背後 下面都藏著 一個必須被揭發出來的真相 為什麼會這樣 何以如此 這些都是變成 一個面對當代的 這些人文學者 他應該要去面對 而不是只是在 我們的圖書館裡頭 那些事故全數裡面 去做研究 中文系的學者 從來是很少面對當代 都在象牙塔裡面 他們就認為說 應到這樣的研究 就開始產生 文化研究的潮流 這個變成一個大潮流 我就會到市面上 稍微去注意一下 有關文化理論文化研究書 多得不得了 你們中文系的 到底有沒有看 中文系 不能只會讀 中國古典的東西 現當代的東西 都要看 文化理論文化研究 有沒有讀過 至少買個幾本 很重要的 比較好的一種 這些書 讓你大體了解一下 人家在幹什麼 那麼 因此就形成一套 我們現在所謂的文化研究 那就會 會開始 因為新的東西 完全是新的東西 所以開始就會 不斷出現很多新的術語 叫關鍵詞 所以外面就開始會 出版這些所謂的文化研究的 關鍵詞 或者叫文化理論的關鍵詞 連我們台灣的學者 像以前清大廖炳會 清大廖炳會 是外文系的 廖炳會就編過一本 關鍵詞200 我也買得到 關鍵詞200 那有關一些比較現當代的議題 有很多術語 關鍵詞 你不懂 你那邊論文就看不懂 就看不懂 所以作為一個中文系的學者來講 你假如研究的是古典 我相當的建議 經典很重要 那是你的基礎 你的根本 你一定要把中國古代的經典 都要能夠研究的 讀得非常的深入 但是現當代的東西 一樣隨時能夠去吸收 所以應該照理來講 一個學者 除了在書房 讀書寫論文 你們上街去哪裡 百貨公司 現在最近在大打折 所以我們一早就去排隊 在百貨公司面前排隊 哇 一大便排隊 然後門一打開 哇 衝進去 就趕快搶 我講 假如一個學者是這樣 在過生活 我還算了 就不要再做學者了 再來講 一個學者 除了在家裡過生活之外 你有一些時間能夠上街 那我不用說 你都不要娛樂 你說最近有什麼電影 現在看電影就不流行 家裡隨時租影片 或者是上網 裡面就下載好多 根本不用去看電影 電影院很多都會倒閉 做什麼其他娛樂劇 有時候要 但是你還是要有相當的時間 比如多少一個月吧 你到重慶南路 那一條都是書店的地方 真的 到那一條書店的地方去 差不多 瀏覽一遍 真的瀏覽一遍 最近有什麼新書出來 有些什麼新的書出來 平台上擺的 都剛出版的 那可能是不到一兩個禮拜 就會被回到書架上去 那書架有些會做分類 書看了拿下來 跟你的研究有臨近關係的 你在研究當中 可能有一些臨近關係的 脫下來 現場坐在那裡 像成品都有書 還有座位 滿舒服的 坐下來 利用半個小時的時間 把那本書瀏覽一遍 先看目錄 目錄看了一遍 大約知道裡面寫什麼 大約可以知道 然後前面有導論 導演看一下 有序看一下 導演看一下 這整本書大約是在寫什麼 你有一個大體性的了解 那假如覺得這本書 對你的研究有相當的密切關係 就買回去 那假如覺得關係不太大 那你至少瀏覽過了 你的訊息是很清楚的 現在有哪些東西進來 你是很清楚的 所以你會跟得上時代 你不會脫節 你不會脫節 那因此 其實作為一個學者 我們反思自己一下 你的生活當中 到底一年當中 有幾次是真的到過那些大書店 把這些出版的訊息 完全有一個整體掌握 要了解現在的整個學術的趨勢 整個思潮的走向是什麼 有沒有 沒有的話 趕快做 真的這樣 我幾乎很少逛百貨公司 我衣服有需要 我就地攤去買 我的衣服都是地攤買的 一件五百塊 百貨公司只有兩千塊 我省了一千五 有眼光的人地攤 就可以買到好衣服 沒有眼光的人到百貨公司去 花更多的錢 買到來都 穿起來實在不好看 沒品味 那麼第三個 所以他用辯證的方法 這二元對立的統一 規律的結構例程 結構例程這個用詞 雷門威雷斯他們就用過 就結構例程學吧 因為西方的 西方的一個 有關社會學的研究 有兩個大所傳染 一個是研究結構的 結構 結構我們 這個我們充滿稱為靜學 叫社會學 就叫社會靜學 結構 因為結構一定對應到公民 某種結構 就像一個社會 有一個固定的結構 像我們今天台灣社會 一樣有一個固定的結構 美國社會有一個結構 任何一個國家的社會 都有一個固定的結構 我們中國古代的五輪 就是一個結構 它就是社會的一個 人與人之間 那個關係的固定 都一個結構 叫結構 那結構 是沒有時間線的 它是沒有時間線 所以它是把它抽離出來 從一個實際狀態把它抽離出來 研究它的一個大的總體 社會是一個總體 在這個總體當中 它有各個部分 各個部分 各個部門 各個部分 這個部分與部分之間 是以什麼關係去連結起來 那個叫結構 然後它這個結構本身 相應的會有一些什麼功能 會有什麼功能 這個叫結構功能 那結構功能 這是一種學派 美國像帕森斯 他們所走的就是走的 社會競選 那一個是社會動學 所以動學是動態的去研究 動態的去研究 那這個結構功能 這種研究通常 他們有個基礎理論 基礎理論 這個基礎理論 叫做均衡論 因為結構 處在健康的狀況之下 是均衡的 各個部門的關係 已經處在均衡的狀態底下 那個社會才是安全的 才是有持續的 才是健全的 那就是 類似我們古代研究歷史的時候 所謂這個時代 是一個太平盛世 太平盛世 就是那個時代 整個政治的結構 是穩定的 穩定的 是均衡的 那當然亂世 那個結構就瓦解 就開始產生混亂 有社會混亂 社會失序 社會混亂 那這個社會動學研究的就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動態 所有動態都一定有立場 動態的東西一定會進入到時間的立場 時間的立場 那這個 研究這個動態的這個過程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流派 有的會認為一個社會的發展有一定的階段 所以會把人類的一種過去的歷史分成什麼階段 什麼階段什麼階段 那個時期 一個時期 一條線 叫線性 那種所謂的一個 線性的這樣一種發展的這樣過程 有沒有 發展 一個發展的過程 這個都還是沒有那麼樣複雜的 那另外有些是 人就不是一個很規律化的 規律化的一個階段性的 時期性的發展過程 而是根本就是整天 經常不斷的時間都是處在衝突的狀態 這個叫衝突論 的衝突 社會永遠在衝突當中 社會永遠都是在衝突 不同的利益團體 在互相衝突 各位體會一下 是不是 尤其近年來 你會看到全世界的衝突 每天都在發生 有時候還不是一個國家內部 美國現在民主黨共和黨 基本上就處在衝突 非常強烈的衝突 只是他們有一定的一種民主的制度 選票的制度 但是還是會有很多你掌握不到的 掌握不到那些突發狀況的一些衝突 國與國之間 不在衝突 那有些全球性的 像航停論 美國學者裡頭很重要的一個 海洋令論 衝突理論 講就是文化衝突 回教是一種文化 基督教是一種文化 兩個宗教文化之間不能相容 就產生一個非常強烈的文化衝突 所以會產生美國那個什麼 什麼什麼 叫九一 什麼 九一 飛機要去撞那個 對 社會一直在衝突當中 其實你看我們今天中國古代歷史 是不是也都是在衝突裡面 都在衝突 你看流利黨征就是在衝突 那一旦進入衝突 他就是進入時間的歷程在衝突 那西方的學術永遠都是系統化 系統化就會排他 搞結構功能的就是排斥這種衝突 守著均衡論的就不接受通圖論 搞衝突論 就是不接受均衡論 各有立場 各有觀點 各有主張 這個基本上就是學術霸權 看哪一個流派的學術 能夠得到最多的人的一種接受跟影響 那他就構成一個很壯大的一個流派 掌握主流 這個你再從西方看都很清清楚楚 不一樣的一種主流 不斷地在進行做 那這個西方人他們搞出這些東西 其實你把這些東西 你拿來看看中國古代 請問我們中國古代文學史裡面 有沒有不斷在衝突 有沒有 文學流派不是在衝突嗎 共安派跟葛調派不是在衝突嗎 他們不是在爭霸權嗎 判待金文經跟古文經不是在衝突嗎 他們在幹嘛 也是在爭霸權啊 看誰掌握啊 誰掌握權力啊 一樣啊 在一個統一的穩定的時代 反而衝突減少 統一的穩定的時代 衝突減少的時候呢 文化反而沒有太大的創造 所以唐代的經學是沒有太大創造 因為它被統一成五經嘛 它就不會有各種不同的一些多元的一些解釋的路數 不同的發展 那這種歷史現象中期都有啦 只是我們今天在讀書的時候 你到底有沒有那個腦袋去看出這些現象出來 這個現象背後到底是一些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在研究古代 永遠就隨著古人講那一套 他就公安派字書胸易 他就符合我的意思 然後格調派就是被污名化了 沒有創造力 歷史不能這樣看 歷史你永遠要把它當作一個個人超越你的立場 學者要超越一個歷史的立場 觀察總體歷史當中的內在 到底有多少一些現象出現 這些現象本身為什麼會發生 原因在哪裡 它會產生什麼影響 衝突之後呢 分類 分類之後呢 那到底會產生什麼樣的一種 往前推進 往前發展 會產生什麼發展 會得出什麼結果 西方人社會學裡頭 你看這兩個陣營一直互相對立 只要有出現兩極化的對立 就會有中間的左中派出來 那這種折衷派的 這種折衷派 就會去調和這雙方 所以你看美國那個 結構公民學派裡面 我們這邊翻成帕森斯 結構公民學派裡面最重要的一個大師的理論家就是帕森斯 他就是社會敬學 研究就是整個結構的功能 他的學生叫莫頓 我們這邊翻著莫頓 莫頓 接受他老師的教導之後 他做了一些調和 他吸納的衝突論 衝突論是馬克思主義的 馬克思主義講的就是衝突 這些鬥爭的東西 這些都是衝突 他吸收的就是一個衝突 把衝突論跟均衡論整合在一起 做一個調和的解釋 就構成了一種 像一種 結構是靜態的 穩定的 但是結構不是一直靜止在那裡不變的 它是其實內部本身是有著一定的衝突的狀態 在衝突狀態當中才能推進 因為沒有衝突社會是不會有發展的 社會絕對通過衝突才會發展 沒有衝突不會有發展 所以到最後社會變成一個完完全全的沿堂 一個很固定的沒有其他任何聲音的 這樣的一個政治的結構 這樣的一個政治是靜態的 一個人要停止在那裡的 一灘死水的 不會往前進的 那一定要有一個對立的那個 二人對立的那一邊的 一個聲音出來 但是衝突要有一個 有一個我們講 守門人 一個類似一個法 一個 一個 像 像一個扎門一樣 或者一個法 這樣的限度 衝突不能沒有限度 你在國會裡面 兩派提出不同意義 在那邊互相討論 杯葛 那個都正常現象 不用太緊張 但是到那個最高的地方 就不能往上去 往上去到國家認同部分 那個就不能再往上去 到那個地方去的時候 大概就會出大問題 所以你看美國儘管民主黨跟共和黨 兩個在怎麼吵 他還是美國第一啊 他們永遠承認美國第一啊 美國是他們 維護美國最大利益 還是他們最優先的一個認同 所以他們在怎麼樣的吵 用選票再怎麼吵 用各種方式 還有搞那些光碟的 什麼之類 他怎麼吵都沒關係 但是他們整個對美國的一個 最高的國家認同 這一點是不會消失掉 因為這一點 一消失掉那就是亂了 整個進入亂了 所以國家必須要有一定的一個 衝突的過程 這個是在西方的社會學裡頭的大底 我給各位一個大底的觀念 那種觀念對各位應該有點啟發 你去研究中國古典的文學史 也好 文學逼評史也好 政治史 社會史 你看中國古代 政治史 社會史 文學史 文學逼評史裡頭 這種現象是非常多的 那我們基本上都只是在做文獻鋪排 然後找個立場 你同情公安派就 站在公安派這邊就罵 他隔掉派了 這哪裡是在做研究 這不是啦 那因此整個民主 這個國家的一種內部 它的文化社會一定是處在一種二元對立 統一變化而有規則的結構歷程 所以用結構歷程這樣的一種思維的 這樣的一種觀念 去瞭解你所研究的那個對象 一般來講 你大概會比較容易看到很多 可以被你發現的問題 而去得到一個比較恰當的解決 那結構歷程 那個穩定性的結構在哪裡 但是那個結構其實不是不變的 它是在變化當中 那這個變化是 整個過程是什麼 那個歷程到底是什麼 那這樣的一個基本的架構 你去研究中國古代中心 很容易可以看到一些新的問題 像我的學術的論文當中 經常用到結構歷程這個觀念 像比如說文體 文體學 我的文體學裡面就是應用到結構歷程 所謂的文體的變化 都是一個結構歷程的發展 一個結構歷程的發展 所以這個 這邊可以提供給各位作為參考 但老子在面對他的當代社會 基本上就是用這種方式 去進行研究 好 我們休息 好 那麼前面我們對老子如何去想 也就是一個思維方式 了解以後 那我們接著了解他想什麼 他所想的內容是什麼 這第七點 從上述老子特殊的表述 及思維方式 我們可以理解到他究竟在想什麼 也就是他思想的主要內容是什麼 所以下面我所歸納出來這幾點 是整本老子八十一章當中 他的所關懷的一個主要的問題 也是他思想的一些比較中心性的一些內容 至於說 那麼在下面所講的這幾點當中 我引了一些他的文本 想那個部分我們就不用去解釋 因為這個將來 我們在講老子的本文的時候 大概這些都會去講到 第一點就是他經過一種觀察 體驗、感受、思辨、解悟等等 他看到了當代社會文化世界中 里悅的空洞 里悅已經只剩下一些僵化的形式 空洞了 空洞就沒有內容了 那個精神、那個本質不見了 剩下來只是一個一般的這樣一種 沒有內容的一個形式 人性虛偽化了 整個人性完全失真了 虛偽化 以至於明眼防科 這個明眼當然 主要還是在政教上面 在政教上有太多這些明眼 而且非常防科 就是人性裡面的欲望泛濫 然後智巧橫生 這個是老子所看到的春秋時代的一種 政治、社會、文化的總統現象 就是這樣一個現象 所以這些現象要怎麼去面對 什麼去面對 其實假如說我們今天 拿這一點來做一個基準 里悅空洞、人性味化、明眼防科 欲望泛濫、智巧橫生 拿這個當基準來看 我們現當代的社會 是不是差不多 雖然不是百分之一百 但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對症 整個社會的症狀就是這種症狀 真的如此 很多地方都形式化了 幾乎都是很空洞 這種空洞形式到處都是 所以大部分就只在做一個形式 都是在做形式 那實質內容沒有人怎麼去在乎了 所以做表面功夫的非常多 什麼都在做表面功夫 人性的虛偽化 那真的很厲害 現當代社會以後 人性的虛偽化 真性情的人已經越來越少 明眼防科 一部六法全書這麼厚 多少幾萬條在那裡 治安、社會照樣一樣 你說指差沒有亂掉而已 還沒有大亂而已 詐騙哪一天不再發生 那它沒辦法 因此各種明眼防科 欲望泛濫 那當代的人欲橫流 那個是不用去講 治巧橫生 那各種整人的 那些怎麼攻擊對方 這些治巧橫生 所以整個社會就是如此 所以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社會 其實和老子所看到的一個社會 相差也不是太大 所以人文的東西不是說春秋時代所提出這個思想 我們今天就沒用 那因此新道家要怎麼新法 新道家不是只是在一個文獻 史料研究裡頭提出一些新的方法 新道家有沒有把當代問題放進來 才是新道家 當代的社會 政治社會文化問題 怎麼放到老子的一種研究當中 成為一個必須被拿來做解釋的一個活的問題 一個活的問題又不是一個死的問題 這個是我們可以去思考的 第二點 它看到天道變化與功能的原理 前面講的是人 人道已經失衡了 那個人道已經喪失了 這是它所看到的一個社會 一個文化 那它仰觀天道 它看到天道的變化是什麼 天道的變化還有它的功能是什麼 那底下像我們所引的第四十章 凡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這個我們將來都會去講 所以第一個它看到了整個天道的變化與功能 就是凡者道之動 凡者道之動 這一章我認為讀老子這一章是 非常重要的關鍵的一章 不要老是在第一章搞半天 哪怕統統第一章 每一個人都在那第一章搞著搞著搞 你說我說從來都沒解決過問題過 那真正整部老子裡頭最重要的章 第四十章非常重要 那將來我們講第十六章也很重要 那個地方反而非常重要 不是第一章才重要 第一個 凡者道之動是什麼意義 那麼宇宙萬事萬物都與相反相成的 二元對立的結構而存在著 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存在 因此每個事物都在這個結構關係中 才能相對顯現它的意義 我想這一點 我好像以前都有講過 宇宙萬有的存在 有兩個狀態 一個是自在 一個是共在 一個是自在 自在 我們常常太過度強調自在 自在 自在 就是獨立 獨立性 共在 獨立是個體 共在是群體 群體是從關係去講 關係 整個群體是個關係的網絡 而且網絡非常繁密 非常複雜 因此沒有任何一個個體 可以脫離群體的關係的網絡 而能夠有它的價值 它的價值一定必須被放到 這個群體的關係網絡當中 我們才能夠知道它到底有什麼價值 一定是價 所以你去看歷史當中 假如說它單方面的片面的 單方面去強調所謂的獨立性 這個是只是一級啦 兩級當中的一級片面 那個都不完整 真正能夠去完成存在的價值 應該是把這兩個辯證整合來看 每個個體當然都有它獨立的存在的 一個意義跟它的價值 但是也必須放在一個 共在的關係網絡裡頭 和它在結構當中 或者在互動裡面 這樣的互動當中 它到底能夠產生什麼樣的功能 沒有功能的東西就沒有價值 沒有什麼價值 當這個杯子已經沒有功能的時候 它就沒有什麼價值 它的功能性在哪裡 做一個父親 你做一個父親 你有什麼價值 父親的價值一定是 跟兒子的關係當中 看出這個父親是有價值的 你有沒有盡到做父親該有的責任 你有沒有盡到你就是沒有價值 你有盡到你就是有價值 父親不是個獨立的東西 父親必須在父子關係裡面 才能知道這個父親到底 他的價值在哪裡 父親也是一樣 父親也是一樣 父子 夫妻 君傳 對不對 兄弟朋友 都是在一個共在的關係當中 我們才能夠評估 它到底有什麼價值 一個關係網絡 因此每個事物都在結構關係中 才能相對的顯現它的意義 那麼你的活著你的存在 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思考一個問題要這樣去看 宇宙萬事萬物雖然都處在 二元對立結構的關係中 但是這個結構不是禁錮不變 而始終處在變化的歷程中 這個變化歷程有一種規律 那個規律本身就是一個結構 任何事物當它發生實現 我們講發生 這個發生實現 就是變成具體物才叫實現 假如你心中對於你想要創作的一篇文章 有個構想 對一幅畫內心裡頭有個構想 而沒有借用一種媒介的形式 就是畫畫必須要指筆末 文章必須要用語言文字 一定的一種成規 寫文章有一定的成規 去把它形式化 把它變成個具體的形式表現出來 那樣的構想是不存在的 想想想就過了 就不存在的 那用了取得特定形式 所有的事物都要取得特定的形式 特定就是一種特殊的 特殊而定型的一個形式 這個事物才叫實現 所以我們現在講實現 實現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哲學上的關鍵詞 一個術語才叫實現 那這個事物顯現出來 才已經發生了 它才變成一個事實 它已經變成一個事實 已經是一個事實 歷史文化都是事實 它才叫事實 所以光是有概念 光是有概念 有觀念 有想法 是沒用的 它一定要取得一個 所以因此所有的文化創造物 都不能沒有形式 沒有任何一種文化創造物 是沒形式的 它一定有形式 所有的文化創造物 文化是人類的精神創造 因為創造是來自精神 精神當然是來自於 我們的想像 我們的思維 是內心的 這樣的一種創造性的作用 但是它一定要物質化 因為所有的形式都一定是一個物質 一定要物質化 心 我們的精神去創造 但是這種創造 它一定要物質化 因為取得形式就是這個物質 比如說語言文字也是一個物質 畫畫 用紙張用筆墨還是一個物質 音樂 用樂器去彈奏出來 一樣是一個物質 心裡霧是不能斷開的 不能光有心或沒有霧 這個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它才發生啦 才叫實現 已經實現了 實現就是很實實在在具體的顯現出來 叫實現 一旦實現 一旦實現 它就開始 向相反的方向 反面在運動變化 花一開 它就開始往蟹 運動去變化 一個人一生出來 就開始往死亡 在運動變化 這是一個規律 沒有任何一個物 可以脫離這個規律 沒有 所以有成必有回 整個道家一定講這個 有成必有回 我們一般人只看到成 很少看到對面的回 所以就會去直 直左 會去直 那些了不起的 權力 慾望永遠無盡的 那些政治領袖 很喜歡人家跟他立同向 到處造同向 遍佈全國 那個風景區都有一個同向 假如這個 假如這個政治領袖 有一點點智慧 他就會拒絕被立同向 他就會拒絕被立同向 因為有成必有回 你會被立同向 你就會 你的同向就必然會被毀壞 一定 就不用看古代 現當代就已經火生生 對不對 就已經火生生 所以假如說你哪天 變得很有地位的時候 你千萬要懂得到家 這種智慧 你的下面那些台教人 幫你立同向 幫你幹嘛 然後沒事 現在你當了什麼長 然後你這個 有一個建築物 那就要弄一個碑 你就是覺得自己 是了不起 所以一定要你的名字 那這個 落成的一個什麼記 下面就是 某某掌提 這個叫蠢 這種人就是蠢 你過不久以後 換了另外一個掌上 就把你毀掉 坦白講 我把你毀掉 以前我在那個 東俄大學 擔任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那我當時有很多建設 我包括我把那個 東俄大學的兩個 荒廢的陽台 把它整理出來 可以讓大家去使用 學生辦活動也可以在那裡使用 當然有些同事是有的 半開玩笑半認真的 欸院長我們應該取個名字 就取昆陽台好了 我說你們不要再歌得了啦 什麼昆陽台 西面就西陽台嘛 南面就南陽台嘛 南陽台西陽台 只要不是那個 烏山神女的陽台都可以啦 那就不要昆陽台啦 跟我來這一套 變成昆陽台 等到院長換了 那昆陽台 就有從必有回 我是道家人物啦 這種東西我看得非常清楚啦 我那時候辦人文社會記 請兩個花蓮地區的 非常有名的石雕家 就來我們東華大學的文學院前面 人文社會前面 華盛頓椰子的樹蔭底下 現場做創作 讓學生老師可以參觀 一個石雕是怎麼從一個大石頭 然後不斷的 到最後變成一個石雕 那 後來這個作品就 擺在 立在 所以我到東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入口的地方 正門入口的地方 就會看到兩個石雕擺在哪裡 那當然要把他們的一個 這個記 總要 這個是一個值得紀念 總要寫一個 一個時間地點 是誰的雕塑記 那下面要落款 那時候助理也說 那是不是院長 你要署名一下落款 我說不用 不用把文字寫上去 你就 人文社會學院 記 我們通常都會 下面是 記 就用單位就好 不要把個人放上去 你幹嘛 不需要 所以 面對人生 要非常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這一面就是有一個反面 你看到這一面 就有一個反面 你面對生 你就一定要看到死 你不要永遠以為 你是長生不死 你死了以後 你生後怎麼辦 你死了以後怎麼辦 你不要以為你現在是活生生人 但死了以後你怎麼辦 身後事 你要稍微 能夠有一定的思考 有成必有毀 你現在在活生的當中 你要去想到 將來被毀掉 那很難堪啊 那麼多的銅像 被集中放在一個地方去 擺在那裡 非常滑稽 上百個銅像擺在那裡 什麼長相都有 一個政治人物 一個政治人物 連幾十年後都看不到 這還是一個政治人物嗎 這個叫智慧 假如連這種智慧都沒有 你再有大權力都沒有用 所以有人就比他看得透 對不對 他兒子就比較有智慧 拒絕被利同向 也不要跟我掛什麼儀像 都不要 這些一切形式化的東西 通通不要 這才是智慧 因為一切都是在 往相反的方向在運動 萬事萬物往反面運動變化 從整體宇宙觀之 是一種循環往復 循環往復 所以個體會死亡 個體會消滅 但是新的個體會出現 會出生 會出生 那這樣不斷循環下去 所以整個宇宙總量不變 總是不變的 它一直維持一個均衡 那個體 個體是會變嗎 會變的 它會消失 會出現 會消失 會生 會死 會開 會瀉 但是整個總體的宇宙 是永遠處在 它一直保持在一個 捲服光在裡面 所以老子就看到這樣一種現象 所以整個天道裡頭 這個 這個 解其太過 補其不足 天道只有它的規律 太過的東西 它會把它消滅掉 因為必須這樣 否則它不能維持均衡 所以生滅是一個常態 生滅是必要 有生一定要滅 光生而不滅 光生而不滅 這個宇宙會爆炸掉 宇宙會爆炸掉 因為太過 所以一定會把它卸掉 它只有這個規律在 所以這個叫生生 生生不死 生生 那何以能生生 因為有滅滅才有生生 沒有滅滅就不會有生生 所以有時候看事物 有時候不能看斑面 所以滅不是壞事喔 那把一個東西滅掉 看起來是惡 是惡 你把它殺了 把它消滅掉 比如說天降雙雪 天降雙雪 把草木都毀滅了 很多被凍死了 滅 但是必須滅 因為它才能再生 才能有個新的東西出來 新生 這叫必要之惡 天道有祂的必要之惡 這看起來是惡 但是這個惡是個必要之惡 因為要維持一個均衡性 它必須要如此 所以 它是一種循環往復 歸根反本的歷程 所以這個地方要體會到 整個老子裡頭 那個循環往復 歸根反本 那個歷程是無窮無盡的 所以我們要了解 永恆不是不變 我們都會誤解永恆好像是一個不變的東西 不是 只有通過變 不斷的變才有不變 變與不變是個相互的 沒有變就無所謂不變 永恆是恆常 是所謂的恆常都通過變動才有恆常 沒有變動它不會有恆常 像譬如長江假如沒有變動 那就臭掉了就一條臭水溝 它怎麼可能有恆常 它已經透過一個前面的水不斷的流掉 後面的水不斷的補充 不斷的流掉不斷的補充 限長江是無窮 長江的無窮是由於它不斷的在 生生息息不斷在變化 因此所謂的永恆 通常都通過一個生生息息 永遠沒有停止的那樣一種變化 才能達到生生息息 道家所講的就是這一套東西 《易經》也是講的是這個 《易經》也是講的這個 中國人古代的宇宙觀 這個我們將來這些文本都會去講 那第二個就是所謂的 《弱者道之用》是什麼意思 《弱者道之用》 《凡者道之動》 《弱者道之用》 這老子裡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主題 《弱者道之用》 《平自戚敵人》 腦子弱是個術語 它是一個術語 這個弱不是衰弱沒有力量 叫做弱不是 它是一種陰柔的力量 陰柔的力量隱藏的 一種陰柔的力量 不是陽剛的力量 陽剛是顯現出來的 陰柔是隱藏的 含煉 那個力量是隱藏 是含煉的 叫弱 腦子裡頭柔柔勝剛強 那兩個詞彙的對比 剛強就是一種彰顯出來 直接的顯現 出來的那個東西叫鋼強 那那種隱含的退場 腦子裡頭不斷會講退場 那種隱含 那種隱含的退場 讓你看不到感覺不到的那種力量 就要弱 就要弱 這是一種力量 所以後來我們現在在講太極拳 太極拳基本上就是 就是從這個道家的 這樣一種觀念 去應用到一個 我們的某種功夫去 所以太極拳 講的不是個陽剛的 所以打拳裡頭有那個陽剛的 直接一拳就出去了 那太極拳不是這樣 所以裡面就 太極拳裡面就當然就含著 這個中國異 從異 周異 跟道家這邊的觀念思想 轉變到一個 一個權術上的一個 原理原則 就是這個弱 所以弱第一個意思就是 就是不排懼 不排懼 能夠包含 能夠含含 無所不包 無所不含 不排懼 是因為道的虛 所以一個人叫虛淨心 你內心沒有偏見 沒有重見 沒有意識形態 一個比較虛淨的心靈 可以無所不接受 無所不含 不會有排懼 不會有排懼 那一個 成見很深的人 偏見非常強烈的人 意識形態很牢固的人 基本上是跟你 同樣的我就接受 跟你不一樣你就排懼 而且無可商量 那一個人的心胸氣度 假如已經變成那樣子 那個人很難成大格局 一個大格局的人 就不會這樣子 一個大格局的人 你當然無所不包 若就是不固執 不爭勝 不給人家 不固執不爭勝 是因為道的柔 所以柔 所謂含長 退長 隱含 這是道家的智慧 那麼這種東西 要能夠真正去瞭解 我想你大概對道家 就會比較體會很深 所以道家的重要 老子的重要其實不是 行上學那幾章 行上學大概四五章 講到那個有物魂城 限電力生 那種東西 你不能說它不重要 但是它不是老子裡面最重要 因為那個基本上 只是個天道的假設 假定 天道如此 但是真正它要關懷 是人道的問題 因為人道已經第一個 我們已經講到 當時的人性的偽化 禮教已經空洞了 那怎麼樣去把人道 再能夠救回來呢 通過對天道的觀察 那怎麼把天道應用到人道 所以整個老子的重點 還是在用 不是在空講那個本體 不能空講那個本體 空講本體 就變成西方的行上學的講法 那中國的一個純有論 因為中國講純有的時候 基本上是體用相級 或者體用不二 那不但體用相級 體用不二 通常是從用 從這個用 因為用是個現象 表現 表現 這樣用現象 要用 表現出來 從用 來寫這個體 也就是那本體 本體並不直接的去說 不要在本體論上 花很多的文字 語言 片面去解釋 什麼是本體 什麼是本體 因為本體竟然是超驗的 超驗的 本體是超驗的 超驗就是超越我們的經驗 超驗的 超驗的本體是無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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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用語言講清楚的 所以語言 對本體的無能為力 沒有任何語言 可以把本體講到清清楚楚 所以第一章 其實第一章只是在告訴你 道可道非常道 真正的道是理解言權的 理解語言的 所以不用在那邊去亂講 我們正好都是被老子績笑到 這些哲學家們 都是在第一章裡頭 花了很多力氣 在那邊用什麼語言 理論上 怎麼去講一個本體論 講這樣這樣這樣 半天 老子對你告訴你 道可道非常道 你們還在道 還在道道 不斷地說不斷地講 那不是 就是落入老莊的嘲諷 老莊的警示 你不要用太多語言去講話 那結果我們今天研究 道家研究老莊 用了太多的語言 落入老莊的一個 警告一種批判 變成落入都是在源泉 沒有人能夠用體會 從哪裡去體會 從用去體會 這個地方去感知 從用 用是經驗啊 這現象啊 去感知 去體悟啊 你只要從用去感知 去體悟 然後自得於心啊 這個地方 不言 不言而喻 那個地方就是道 不用講 我就明白 心裡明白啊 體驗到啦 體驗到啦 領悟到啦 那個地方就是道啊 那我們今天要變成學術論文 也一點辦法都沒有 總要說 說了二十幾萬字 整本書 講老子的 形上學 講老子的存有論 畫了二十幾萬字 講了最後 跟道都沒有關係 離道越講越遠 就是我們今天的一個知識論 西方式的知識論 所帶給我們的困境 就是如此 所以呢 到最後都是這樣 所以我們慢慢去了解 所以中國的東西 本體論 從來不直接講本體 宋明儒 搞到最後才喜歡去講那個 超院的道啊 禮啊 氣啊 其實宋明儒 裡面有太多 都已經落入源泉 講太多 原始道家 原始儒家 基本上是不太 在一個理論上面去講太多 都是從用以弦體 只要 就我們日常的經驗 現象當中去感知 所以用的是感知喔 不是思辨喔 不會那種一開始就思辨啦 是最具體的一種經驗現象 去感知 去體驗 從當中去做了物 這個才是中國原始的 一個如道兩家的思想 真正要告訴你的是如此 所以從用以弦體 那從這當中 我們才能去理解 感知到有一個體在嘛 就體會到有一個體在 不然不可能有這些用的現象出現嘛 所以體的那個部分呢 不言而喻嘛 體那個部分就是不言而喻的 這是中國原始的一個 如道兩家 其實是如此的 演化到我們今天這個時代 變成一切都用語言文字 越選越多 書著作越來越多 那道越來越圓 就會變成這個問題 所以從用以弦體 體用相級不理 那麼這個就是這個道理 如果就是不支配不佔有 不支配不佔有 是由於自然無為 道是天道是自然是無為的 他不用自己的一種主觀的 一種立場觀點 價值觀去支配萬物 不去佔有萬物 那這個我們未來都會去講 那假如是人道 帝王的人道 能夠去體察天道 那麼就可以把這個自然無為 那麼用在政治上 那麼讓民自化 就讓萬物自化 那麼這個百姓可以去自化 這個大概是老子裡面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所以整個老子的重心是在用 不是在體 體是他的一個天道的基本假定 那不是重點 關懷的重心不在那裡 最後從天道變化與功能的原理 所以既然人道已經衰落到那個樣子 然後老子又從天道去體會到天道是如此這般 所以怎麼樣把天道的變化跟功能的原理 那麼把它提出來去解決人道的一個問題 就是如此 所以整個老子關懷就是加 上體天道 而把這個天道應用到對人道的出現的這些問題 能夠去做一個解決 所以第一個 治國的原則在超越名言 一旦落入名言 就是有限了 就不是一個無限 就是支配了 所以我們要了解 名言不是只是一個語言 我們把名言只是當作一個 好像只是一種語言文字 不是這個意思 名言基本上是一套價值語氣 被人為建構出來的一套價值體系 這套價值體系 作為一種支配載制 變成一套支配載制的一種工具 一個領導者 古代這些上層的領導階層 帝王這些領導階層 去建構出一套價值體系 這套價值體系 當然必須用名言去把它說出來 因為你必須有透過名言 這價值體系才能夠被建立出來 那這樣的一個價值體系 其實作為一個統治者 用它來去支配載制百姓 一般百姓 那因此這套價值體系 本身它具有規範性的 規範你必須這樣 我支配載制百姓 所以在支配載制當中 人的自主性沒有了 人變成被奴役 被載制 所有的自主性 自由 自主自由全部不建 那當這個規範 這套價值體系的規範 還是在一個正常的狀態 比如周公自理作業 周文化也不是全部負面的 當一個周文化的禮樂文化 還是在正常運作 形式跟內容實質的意涵 跟形式都還是一體的時候 它還是具有建構整個社會秩序的功能 因此我們整個社會是個群體 它必然還是要通過一套明言的體系 去維持建立一套倫理的一個秩序 這時候因為禮樂的形式和內容 還是一體的 沒有空洞化 禮樂沒有空洞化 所以它還是具有一定的功能性 所以魯家這個部分有它一定的一個價值 不是說沒有價值 但是等到明言都已經空洞化了 剩下來變成只是一個形式化的 它就變成只是作為一個統治者的 支配載制的一個工具 把它變成工具了 因為它已經沒有精神 沒有這套規範所必要的精神都沒有了 本質的喪失 理之本沒有了 月之本也都沒有了 剩下來只是一套形式 但是會被這些統治者拿來修理人 所以禮教到最後吃人 禮教吃人 有人利用禮教來殺人 到最後就變成工具化了 所以我們要了解 春秋藏國時代 老子所面對的就是一個禮樂空洞化 明言變成只是一套統治者拿來去載制 支配的這樣一套工具 它已經沒有維持那個秩序的功能跟效用 所以這個時候 道家才會不斷看出它的反明言 它不斷在反明言 那反明言當然是個超越 那這個時候 老子還會在政治的層次上 面對這些統治者的帝王 這些聖人告訴他 教導他 你要怎麼樣的去 來治理天下國家 如何讓這個明言的載制支配的工具性能夠減弱 那麼百姓有個空間能夠自化能夠自然的 順性能夠自然去做 他對政治還沒有完全的失望 他認為還是可以有個改善的一個餘地 到終止的時候就幾乎完全沒有辦法 所以到最後 做為一個個體 我們每一個個人 面對一個亂事、衰亂之事 明言已經變成一個空洞 用完全空洞的一個載制支配的一套工具的時候 那我們自己個人的生命存在 怎麼能夠去超越這個明言的支配 讓自己的生命能夠回歸到一個 逍遙自在的一個存在情境當中 至少做到不傷身害命 因為你在一個亂事裡頭 很容易就被明言所害 所以古代修理人把一個政敵 給整掉都是要靠這一套禮教 他整掉 所以當這個軟脊 用他原始的自然生命的衝動 去對抗當時的禮教的時候 有人就認為說像軟脊這種人 傷風敗俗 應該把他放租到荒島上去 應該把他放逐到一個荒島去 你看都已經用禮教要殺這個軟脊 用禮教殺軟脊這些人 自己也不守禮教 表面上仁義道德 背後難道理昌 那最敗壞禮教的就是這些統治者 還有誰呢 就是他們在敗壞禮教 但是他們敗壞禮教的同時 又拿禮教去整人 這個就是帥論知識所呈現出來的現象 所以老子、莊子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不斷在一個反明眼 就是在群體的政治上 怎麼樣的勸導這些統治者 不要把明眼當作一個載智支配的工具 能夠無偽讓民智化 那在個人的生命當中 如果能夠去超越這個明眼的自備跟載智 使得生命可以活在一個孝領自在當中 不要傷身害命 所以你面對道家 你大體上大概就是 當你今天還可以有一點權力 你在某種主管的階級 比如說你未來當校長、當什麼長 你稍稍能夠有一點道家智慧 你就知道我要怎麼面對我的部署 不是用一套非常嚴厲的那種管理的 這樣一種辦法 就可以把部署能夠治理得好好好 如果讓一個你的部署 發揮自己個人的一些才能的空間 留下比較寬廣的一個空間 讓大家人人可以發揮他自己的才能出來 這個其實倒是要至少提供這個智慧 所以有時候是需要無為的 我們其實整個世界最可怕的是 碰到那種無能、沒有智慧 可是又大有為的那種領導者 那就很慘 這個領導者假如大有為 我要好好做事、要表現、要有大有為 可是他自己本身又無能、腦袋不好 他沒智慧 他便會幹這個幹那個 我寧可他不要做事 你不要做事我們大家活得快 很多父親也是這樣啊 大有為的父親很可怕 所以到家智慧 當你在當主管的時候 到家智慧會幫助你 怎麼去面對下面 你的部署讓他能夠有一點空間 留一點空間給別人啊 當你自己面對你自己 如果在一個很混亂的環境裡面 不要第一個受害的 那你如果能夠退場 如果能夠含戀 能夠不被那一套一種明眼的工具 所支配、所載之 自己可以在這當中 還能夠悠遊、出入 這個是一種道家智慧 第二個 生命存在終極的意義 是經由回歸自然之性的歷程而實現 這個話很重要 回歸自然之性 回歸 所以道家是一個回歸的過程 它整道是一個回歸的過程 因為人在文化的 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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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傳統文化的支配底下 人已經逐漸喪失 原來的質樸的本性的時候 那人這個時候 怎麼樣能夠回歸到一個 原初的一個 比較自然的質樸的真性情 那麼這個過程要怎麼去實現 所以道家不是建構的 不是加法 不是不斷的加一些東西給你 反而是個減法 為盜日損 不斷把一些累積出來的那些東西 不斷的去減 把它剪掉 只有說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 有時候需要不斷的反思 自己累積出來的那些承見 是不是太多了 這些承見 這些偏見 常常因為這些承見偏見 更加處不好 那這種情況 我怎麼把我這些承見偏見 慢慢掏洗掉 那到最後能夠有一個 稍微比較虛淨一點的這種心懷 對全體當中很多人 你不要跟這幾個人走在一起 那些人都是被你排斥 你就變成一個小圈圈裡頭 成群結黨 那個都不是道家應該有的 所以人回歸到一個自然之性的過程 OK 那我們的第二 導論的第二 也就在這裡完成 那下禮拜請各位訪問這個導論3 導論3主要是一個老子學 歷代老子的概觀 跟參考書目 因為你們是研究生 所有士生員 博士生將來是要做學術研究 這個我假如在大學部講老子 很多東西我都 導論幾乎都不會講 因為那個東西對大學生來講 不需要 那我在明天講學 講老子的時候 這些通通不會講 但是你們是研究 博士生 你們將來還是要做學術研究 所以這些我都還是要講 那等個老子學 老子有一個老子學史 那這樣一個老子學史 你至少給你一個 一個輪廓性的一個概念 讓你知道 你假如將來你有興趣去研究老子 前代的人到底做過一些什麼 你有一定的大體了解 所以這些知識還是要給你 雖然繁雜 但是要給你 所以我還是花了半學期 因為下禮拜是第九週 我們大約 假如把他講完 那我們接著後面 就開始進入文本 老子的文本 開始來閱讀他的文本 那有整整一個學期半的時間 來讀老子的文本 應該足夠 那希望通過這一年的課程 對各位未來想要去研究老子 有相當大的引導的效果 好 我們今天到齊 謝謝老師 谢谢